HELLO 大家好 我是SATOSI 今天剛剛吃了一個麻辣的 這個鴨血的火鍋 這個味道超正的 這種天氣吃這個麻辣血壓鍋 也是太爽了 吃的我也是滿頭大汗 那個味道又麻又辣又香 好 那先來說說日服這個PVP 昨天已經重新開放出來了 這次的PVP維修以後 也不知道他改了什麼東西 我進來看了一下 基本上都是沒看出什麼變化來 那先來看看一些高端的玩家 他們在這個PVP的賽制裡面 到底用了一些什麼樣的角色 現在看到的都是一些比較高端的玩家 可以看到這個排行榜裡面 有每個玩家他們最強的頭三名的角色 可以看到第一名 可以看到第一名 他用的是這個 03的太瑞 還有 機師 還有這個 終極的路卡爾 第二名跟第三名 最強的角色是這個無界 然後可以看到 然後可以看到 第四名是有點不同 他最強的角色是這個 97的雪露米 我之前都很推薦這個角色 就是 控長的能力特別強 這個控制技能打得你不要不要的 而且他這個 這個99的BOSS 這個鼓勵杜莎德也是很強的 控制能力啦 所以我判斷這個第四名的玩家 他是一個專門用這個 控長的技能去壓制你 還有封鎖你的迴避啦 在網上看看 可以看到有這個 這個 3-18 還有伊格尼斯 頭10名看來 他們用的角色都是有 控長能力的角色 這個真靈也有 但是還是不多 因為這個真靈他 雖然的招式都是很強 但是 這個控制技能還是少了一點 所以比起這個 路卡爾應該是差一點點啦 要說一下這個 03的泰銳 他這個角色我只能用兩個字來形容他 這是無恥 因為他的技能是很霸道 他先用這個二技能打到你的時候 基本上是一套可以帶走的 你倒在地上的時候 他們會利用這個 倒在地上這個三秒鐘啊 不能用這個迴避起來的時間 慢慢卡這個CD 然後一套接一套把你接到死為止了 所以可以看到 一些高端的玩家都是利用這個 03的泰銳 伊格尼斯也蠻強的我覺得 因為他的攻擊力還有那個 技能的判斷時間也是很強的 你的迴避在他的面前是躲不掉了 可以看到大蛇是比較少一點 如果他使用大蛇出來的話 應該他是對這個大蛇有很熟練的程度 去使用這個角色在PVP場上 再往下看 終於看到21名的有用這個魔名啊 他在PVP裡面也算是很強 但是基本上他都沒有出場的機會 因為三名裡面肯定會把他禁止使用了 羅力城也看到有玩家去使用了 但是在現在這個控場能力還有這個 軟城的攻擊上面 這個羅力城他是很吃虧的 所以比較少玩家會使用他 看到25名的有一個使用這個97的克里斯 這是比較少看到的角色 他應該是有一套很強的打法啦應該 每個角色他的強還有弱 不是用他的能力或者是數值上面去判斷 而是你對這個角色他的認識到底有多深 還有那個操作熟練度有多高 可以看到高端的玩家他們選擇的角色都是一些突進型的角色 比如路卡爾還有太瑞還有三島一巴 伊格尼斯這些都是突進的角色 還有其實他的二技能突進也算是很強 在網上看可以看到有封堅人啊這些 然後40名就是一個奇巴啦 他用這個上修以後的九奇這個大地七架式啊還有寶寶先生 這些都是一套可以帶走的角色 但是如果你操作不太好的話也是被人家一套帶走啦 所以看到這個玩家他對這個大地七架式還有寶寶先生應該是 熟練度應該是很高 並摸一下應該是一套帶走啦 好 我們來看看這個玉浮的PVP系統為什麼這麼多人去挑戰 因為他是有獎勵的 可以看到第一名可以拿到2500的紅寶石 還有2000分這個 可以拿去換一些強化的道具啦 一直看下去 直到第五名有1200吧 然後到這個 白金級那個獎勵就會掉很多 最後到這個王金 王金都是500幾跳啦 下面都是每一級增加50個紅寶石 所以說一些高端的王家 他們拿到的獎勵是很吸引的喔 但是可以看到第一名只有三個王家 第五名以內 是有50個王家都可以進去 但是要8000這個積分 這個難度還算蠻高的我覺得 然後這個白金級以下呢 就是 達到分數就好 那個排名是不用計算的 現在來看看實戰分析 現在來看看實戰分析 最強是對上這個伊莉莎白 好先用三技能 打暈他再接個二技能 這個路卡爾這次上修以後強了很多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三技能可以暈到人 而且有這個無敵的霸佔 三技能的冷卻時間是輸短到十秒左右 跟這個二技能這個冷卻時間也是超短的 可以看到這個伊莉莎白他不敢過來了 好先用個大招破他房 接個二技能 再接三技能把他暈掉 再接一技能 輕鬆把他帶走 這個路卡爾他的核心 每次使用這個技能的時候可以增 回復這個3%的HP 一套基本上可以回復到大概15%的HP 對上這個三打一棒 由於我這個集氣速度是很快的 而且我裝備的是鐵拳的套裝法 可以看到集氣速度是很快 一套把他打到35% 他的無敵時間出來了 然後把他暈掉 好 馬上使用個必殺 他應該是可以 沒救了 好接二技能 這場對上封堅人 也不用太怕他 因為他沒有破防的技能 這個大招也不用守 因為他的集氣速度是很快 這個路卡爾他這個二技能的突進速度也是很快 但是要注意的是他這個一技能 不可以再接一技能 因為這個時間是不夠的 所以一般都是在二技能或者是三技能之後再接這個一技能 這場對方沒有禁止我使用大蛇 對上三打一棒 他只有這個二技能可以把我暈掉以外 基本上是沒有辦法可以破防 不小心被他暈到了 但是不用怕他 先使用個二技能把他破防 我現在已經有三格氣 可以回復這個HP 輕敵啦 被他摸到一個二技能 看到對方這個三打一巴的集氣速度也算是很快 好 先射三技能 再接個普通攻擊 哇 他的封城拳也太強了吧 這個拖進的速度是很快 好 第一局輕敵啦 現在換這個雷電的雪露米 先使用個buff 直接打到他不能迴避啦 接個一技能 哇 他的二技能這個速度啊 太快了吧 好 三技能接一技能 好 大招 我不會再給他機會啦 好險喔 還好這個二技能有命中 現在對上這個是 克隆梨 這個角色也算是蠻強的 他的二技能這個範圍也很大 而且也有這個冤勳的效果 他是靠一套可以把你接到死的 現在換我用這個祭司 他的二技能打到我了 然後接一技能 再接三技能 因為我被他打到的時候 是不可以使用這個迴避動作 所以被他打一套了 還好我這個鐵拳的屬性卡 有這個霸體 就有了一命 二技能命中 再接三技能 接一技能 他一直想用這個二技能把我打暈了 所以我還是躲軟一點 還好我使用的是鐵拳的套裝卡 所以集氣的速度比對方快 直接把他帶走了 然後對上他的兔子百合 這個也是蠻難處理的角色 他有這個隨機發生的霸體 而且他是可以一技能 可以接二技能 再接三技能 一套打得你很痛 好一技能打中 接二技能 再接普通攻擊 接三技能 好一殺出來 馬上解決他 這場我可以選用這個 雪露米 可以看到 馬上把對方暈到了 再接個三技能 他現在是不可以回避 哇 被他打一套很痛 即使他的紅色屬性 刻到我了 一套秒殺 現在輪到我的老爐了 好 暈到接二技能 再接一技能 他一開始往前滾 是輕敵了 對上老爐就是這麼霸道 不要臉 摸一下就直接一套了 好 第二個是大蛇 好我衝上去把他暈到 二技能沒摸到 接個逼殺 逼殺以後應該 又是可以一套了 好 接一技能 再接二技能 然後可以接個三技能 最後再接一技能 一套可以打他80%的血量 好 二技能 這個二技能 是不能夠 防禦的 這個大蛇他還在 發呆呢 對上這個陸卡爾 是要很小心他的二技能 這個突進的 算是一招投機啦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招投機 對上保羅先生 我們的紅色屬性比較有利一點 先使用個三技能把他打 接個一技能 再接二技能 再接一技能 再接一技能 他已經中傷了 馬上使用個三技能 再一套 剛剛好這個必殺出來 馬上使用必殺 因為對上的對手都是百名以內的高端玩家 所以這個氣量也不用送了 一場大概十多秒就可以決定勝負了 現在對上這個林小羽 最怕是被他摸到一套了 好他的二技能打到我 還好這個陸卡爾有這個核心 可以發動這個霸體 救了一命 換我一套把他帶走 如果你沒有裝這個鐵拳的屬性卡 很多時候對上這個鐵拳的角色 是可以被對方一套打得很慘 對上蘿莉城 這技能沒有打到 剩下三技能 有這個無敵霸體 對上他的時候 還是要很小心他的 技能被摸到 會有這個40%的冤勳機會 看樣子他應該是打不贏斷線 果然是斷線了 好 這個是老爐對上封尖人 我們的露卡爾比較吃虧一點 但是也不怕他 好三技能接二技能接一技能 這個封尖人他的出招也算是很快的 好 被這個霸體救了一命 現在換了我了 好 用個必殺 再這個二技能 再來個三技能 再一個一技能 這個封建員可以啊 他抓人的時候 一個很快的 他的時期也算是很準 兩次被他摸到了 好 這場換我的水露米 一技能打到 他冤了 再給一個軟程的二技能 他不敢過來啦 那我只好再給他一個二技能 这个封尖人他是很约统的 他决定不担女人哦 对上林小语 这是女人之间的胜负 哇 你看他的抓人时机很准吧 被摸到一套了 三技能 还好 甩开了 现在轮到我 然后必杀 那我也不客气了 他接了我一套 如果刚刚他不是失误了 我应该是被一套打到死了 对上这个钢尼池 一技能晕到 接个二技能 马上接大招 哇 这个大招他还可以使用这个紧急回避 太强了 好 三技能追踪 打到他接个二技能 再接一技能 直接把他带走了 这个水路米在上修以后 他的能力简直是强到一天我的感觉 但是使用他的玩家也不是太多 最常对上一个也是被低谷了的对手 就是这个温尼沙 这个角色是一个突进型的角色 他的三技能有霸体 而且一技能最后一下命中的时候 还有这个随机的冻结石化还有冤勋 也是一支很强的角色 也是一支很强的角色 可以看到 被他不小心摸到 直接把我带走了 这场特别要小心一点 拉开这个距离 好 他空大了 还好又躲到他的三技能 他的一技能打到我了 这个冤勋的时间出来 被他接了一个二技能 大神是特别害怕这些突进型的角色 可以看到他的一技能打到我 这个石化的效果 但是大蛇他的生存能力还是很强的 而且也有这个回复HP的能力 我先送他一个大招 再来一个一技能 直接把他带走 又对上这个林小雨 他这个破防的能力是比较弱一点 所以我也不怕他 先使用个三技能霸体 靠进去 再接个二技能破防 接个一技能 马上使用必杀 把他打到90%的血量 他也很尴尬 因为他没有办法破防 所以都是被我打得很惨 换出来的是这个 相成小姐 一个可爱的妹子 他一直往后躲 他三招技能也是没有办法破防 但是他的突进能力是比较强一点 被他摸到三技能接二技能 好他轻敌了 被我摸到一套 配个普通必杀 有点可惜我没有打到 虽然大蛇他的回服 HP能力是很强 但是对上这些突进型的角色 还是要小心一点 好他被我关在墙边 直接用必杀带走 看样子 这些都是很忙的人了 他们都很赶时间 输了就直接断线了 好这一场换我的伊格尼斯出来了 三技能命中接一技能 再接普通攻击 打到他78 他有霸体但是没有破防的能力 所以都是比我打很惨 我技能笼缺完直接使用一技能 他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很多人都是低估了这个伊格尼斯了 又对上这个温尼萨 可以看到 他的三技能 六块 而且带有这个霸体 但是我的伊格尼斯的一技能力也是很强 直接摸到他 找了一套 我的三技能 把他的这个技能的漏却时间 增加两秒钟 所以他有些技能是被我断掉的 好再来一个技能 再接二技能 所以伊格尼斯这个角色 他的招式 这个判断性是很强的 而且这个伤害力也很大 被摸到一套 应该也是 差不多快死掉 再接个三技能 再接二技能 然后放他过去 然后再接个三技能 对方应该是断线了 很多高手都喜欢这样子 因为可以减少 这个分数掉 不会太多了 这场是雪露米 对上这个封建人 由于这个封建人 他是没有破防的手段 所以我是不怕他了 然后给他一套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封建人 大家都觉得他很强 但是我自己使用过 是很明白他的弱点 是没办法破防 可以看到 对上一些 控制型的角色 根本就不怕你 然后给他一套 马上三格器 接个大招 再接个三技能 追递 然后再来个一技能 再接多一套 由于我装的是铁拳的套装卡 这个集体速度会快很多 对方也很痛苦 因为他没有办法打破我的防御 我建议大家 在对上这个蓝人的时候 可以多一点使用这个防御 因为对方是没有办法破你的防 对方 他换这个机师出来 好 先送他一个见面 直接空大了我 还好 躲过去 使用一技能 再来个三技能 哟 这个暴击的伤害啊 直接把我秒杀掉了 所以对上机师的时候 对上机师的时候 我是不建议大家去跟他拼 而是选择去 去躲他的技能 可以看到我的伊格尼斯 他的攻击力 也是很强大的 直接把这个机师秒杀了 百名之内的高手对战 都是一套秒杀的 一场也不用十秒钟 现在换对方的无界出来 好 现在人造我防打 只要破了他的金钟罩 他肯定是死定 对上无界的时候 应该先破了他的 这个石化的核心 如果他的核心 这个效果啊 这个两秒钟的石化 被破坏以后 这个无界就是他最脆弱的时候 好 空大了 各位观众 空大有没有看过 三进龙 哎哟这个无敌霸 哇 轻敌啦 因为他先摸到三格七 可以看到无界他最强的地方是他的伤害 这个伤害力啊 技能方面 算是顶级的 好 先躲过他二技能 遇到他 但是他的核心可以有这个 冤勋的抗性 所以很快就可以死破了 但是我的三技能有霸体 所以我也不怕他 只要你破了他这个石化的金钟罩 他的弱点就出来了 只要你好好把握至12秒 这个核心的冷却时间 是可以绝对把这个无界 打得很惨的 他没有了这个石化的效果 基本上也是一只普通的角色 好 现在对上大蛇 他的机器速是很快 但是他是怕突进行的技能 好被我抓到了 这技能接着上技能 好我一直在抓 连续走过他三招技能 他没有技能的时候 他回避 这个空档是很大的 直接被我抓到 直接被我抓到 现在我带这个三格器进场 对我是很有力的 特别是对上 绿色属性的阿修 他是死进了 直接上个地上 接着三技能 再进二技能 直接把他带走 对上铁拳的角色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都多一点使用这个防御 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没有这个破防的手段 但是他们的接技能力是很强 但是他们的接技能力是很强 摸到可以接一套把你打得很痛 这个雷电的雪露米 也算是很强 这两天下来 我这个水露米 他赢的常数 是最多的 他赢了四十多场 对方这个水露米也算是蛮强的 被他摸到一下 打到我很痛 好 抓个三技能 打到他了 再接个一技能 三格气出来 马上放这个壁上 所以我建议大家 用大蛇的时候 都是选择一些 集气的 装备卡去使用 如果大家对这个PVP系统 有任何的看法 或者是想法 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留言告诉我 目前日服这个限定的角色 比国际服来得多 有一些角色是你们想看他的 实战能力 也可以提出你们的想法 我会考虑在以后的视频 多拍一些新的角色出来 跟大家分享 这一次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